五六四旅戰惡營 五六四旅戰惡營在暫時 是擔任岡南地區的反擊作戰部隊 遂行打擊任務 在平時的部分 我們在駐地實施戰備整備的訓練 並針對重要防護目標實施反滲透 反破壞以及災後勿延等任務 現在它是屬於中型戰車 最快的速度可達每小時48.3公里 其中它的爬坡坡度為60度 這項裝備有一個最重要的特性就是 它可利用穩定系統 使戰車在行進的過程 可針對靜止的目標實施鎖定追瞄射擊 那優點就是不容易讓敵方實施反擊 但是呢 這項裝備在夏天的時候 車內的溫度容易快速上升 導致地胸容易汗流加倍 雖然如此 弟兄仍然不畏勤勞地完成 各項戰備任務訓練 我在連隊上的職務是中式車長 我負責四位班兵的教育訓練 及生活管理 我也是連隊上駕駛兵的教育負責人 因為CML中型戰車是一個 很龐大動位又重的一個裝備 在操作上的時候 也要注意它的轉向 以免傷及其他的建築物 或是同僚車子 我也是連隊上的底盤負責人 這我們很注重裝備保養 來防止非意外性的損壞 我是一個美國人跟台灣人的混血 我爸爸是個美國人 我媽媽是個台灣族 我爺爺是定居在波士頓 那甚至他年輕的時候 有參加過西點軍校 我外公 很臭巧的也是在黃埔軍校畢業 也是經歷過很多大小的戰略 沒想到很多事情都跟他們有關聯 然後也很巧好的走路到軍中這一塊 我外公他17歲的時候就加入了黃埔軍校 看到他也是有很多那個獎章 我每次回家都會聽到他講一些故事 比如說那個上海保衛戰 在東磊之後成功抵打共軍的三次呼吸等等 我現在才發覺到說 原來我家裡有一個英雄 跟一個歷史書在那邊 等我去翻譯 我我沒想到真的就是一個英雄在那邊 當他決定 我全力支持他 因為軍隊為他很好的想法 他可以教他一個人 他可以學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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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經驗 他會幫助他增加 他變成一個人 我替他成為他 但他會幫助他 他會幫助他 我在聯群上服務 將近七年時間 從士兵到士官 有甘有苦 很多的成長回應 如果時間可以重來的話 我還會做出相同的選擇 他會幫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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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